天灯产业为平溪带来蓬勃的观光发展 但是也因为天灯释放量的增加 造成了环境议题或是造成灾害等相关影响 所以平溪区公所从今年开始 是正式推动天灯永续发展计划的运作 一块去了解 放天灯是每位来到平溪区的游客一定会体验的行程 但也因释放量增加造成环境议题或造灾等相关影响 平溪区表示 天灯永续发展计划的目的就在于 消弭天灯产业负面观感 形塑安心天灯的形象 并建立天灯永续发展资金回馈制度 用于弥补天灯所造成在地居民游客财产损失或意外伤害 或用于公益回馈的地方 随着观光客人数增加 天灯的释放量当然也会非常迅速的增加 当然也会偶尔造成一些零星的灾损或是一些伤害的案件 那这也造成平溪很多乡亲的非常多抱怨还有不满 那经过这几年的跟商家的一些沟通和协调 那商家也非常乐意 希望公所可以带为成立一个回馈相利或是一个补偿的机制 那在今年的107年1月的话 我们在平溪公所还有全部平溪的一些天灯业者 我们共同推了一个天灯永续发展计划 去网陈振冲表示 平溪区公所于去年11月份陆续在地方召开三场的店家说明会 获得多数贩卖天灯店家的正面回响 甚至连非贩卖天灯的店家也表示愿意共襄胜举 现在共计有43家的店家参与 预计每年可以获得60亿万元的资金作为天灯永续发展使用 由商家这个自主发动一些捐款指定用途 让公所处理天灯相关的赔偿事宜 那预估全年大概可以收到60 大概60万的一个类似捐款 那希望可以运用这笔捐款 还好好处理我们一个天灯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衍生的一些争议 当然后续可能还可以再把这个计划再做大一点 可以处理到天灯的一些环保议题 那甚至可以回馈到乡里一些独居老人 一些比较弱势的 然后还把商家的善心 透过公所的这个做一个桥梁 把它散发到全平息 公所表示以往天灯自灾 现况并无相关的法规可以克责 所以公所跳出来担任领头羊的角色 希望由公部门带头建立起相关制度 在有公信力的基础上凝聚地方店家共事 号召更多店家愿意加入 并藉由该制度的运作 小米天灯产业的负面观感 带给平息天灯永续发展的可能 就分享皮肠报道